无忌 这是恋爱脑宋青叔和渣男张无忌的初次交锋 寻找芷若一夜误过的宋青叔 自是把他眼中的情敌当成了截狐之人 可他这身手着实不堪 三连招下便被无忌置住 芷若呢 把我的芷若藏到哪儿去了 哎呀 我 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 你只跟着芷若 我亲眼看到 你把他抱走了 无忌着急赴约便告诉他芷若无事 等办完事就在 带他找芷若 宋青叔哪里会信 长剑一铃静止刺去 无忌自是不和他纠缠 一挡一挥连点两指 将他置在路边 匆忙赶往东城门 谁知刚气喘吁吁的来到约会点 就看到赵敏被汝阳王带走 无奈之下只好将宋青叔带回住处 请了郎庄为他治病 可当他回到房间 却看到小赵被点了穴 平躺在床上 为他解决后这才得知 周执若已然离去 张无忌很是失落 然而眼下去有一人 比他更失落 被张无忌爽约的赵敏 正承受父亲的怒火 毕竟自己未能完成任务 还造成万恩寺被烧 六打门派脱困 造成他现在在朝中的被动局面 罗阳王当即决定 亲自主持平乱灭叛 等宋佐父亲一回头 就看到张无忌出现在眼前 心下不由的大惊 刚刚和父亲的对话 他必然全给听了去 无忌也不谈其他 只是把此行目的说与他听 得知他去东城门 亲眼目睹自己被父亲带走 而今又来冒险入府 告知真相 赵敏心中欢喜不已 当即收拾包袱 跟着无忌回了客栈 喊上小赵后就一同离开了 可刚出城就碰到 峨眉一人纵马而去 躲在暗处望去 发现金花婆婆拦住几人去路 一旁的女子 赫然就是消失多日的猪尔 就在张无忌欣喜之时 身后的小赵却大惊失色 转身向后 躲避开来 这是低敏君发问 为何要拦住他们去路 金花婆婆哪里会将他们看在眼里 此行目的就是为灭绝而来 听说灭绝缘解后 金花婆婆惋惜不已 她和人交手无数 也只是在灭绝手中输过一次 也让她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灭绝仗着以天剑之风 才胜她一局 而今之所以找到灭绝 就是因为谢迅同意借她屠龙刀 这才想着寻到灭绝一绝高下 就算我师父此刻尚在人世 你也只不过是在多败一场 花音高落 丁明君脸上已落了一巴掌 只能窃窃推到人群之中 金花婆婆心有不甘 妙和峨眉新人掌门讨教几招 就在峨眉之人无人敢出头时 周芷若自人群之中 缓缓走出 峨眉派第四代掌门人周芷若 问婆婆安好 哼 不知羞 竟然还自封峨眉派第四代掌门人